吸引力法则Law of Attraction是一种概念 指的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意念和专注 吸引 体现 创造出我们所想要的人 事 物 其原理奠基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能量组成 当我们的思考和所作所为产生相对应的能量振动时 就会吸引到同频的能量 达到心想事成的效果 最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吸引力法则 不过它成为近代显学全败秘密 The Secret这本书所赐 作者提倡要改变你的状况 首先必须改变你的想法 当我们思考时 会吸引来宇宙中所有相同频率的事物 让自己拥有更多美好 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 吸引力法则的操作步骤非常简单 大致上只有三步骤 分别是正面要求 打从心底相信 准备接收 吸引力法则成功的关键是愿望必须具体且合理 而非自己也难以相信的妄想 运用正面 正向的思考模式 少用不要 没有 别等否定字眼 多把专注力放在过程 而非结果 不能帮别人许愿 只能帮自己许愿 大家可以从小事开始试试 建立信心 到时就可以信到越来越大的东西 来到你的生命上 希望今日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过得快乐顺畅